最近有同學在問這個 降半音 降半音怎麼降 OKOK 我來教你們 降半音怎麼降 首先 你要有一個 調音器 那我就以這個調音器為主 你也可以用手機的調音器 手機也有調音器 只是手機有時候感應不到 你可以用這種夾式的 可能會比較準一點點 就是夾住的 或是有 又是有一個那種 那叫什麼 調音器 反正就調音器 對不對 好 首先 要有一個調音器 好 那我就把它轉過來 這樣子 那降半音的意思是什麼呢 降半音就是 這個有點樂理 有點難搞 就是你 就是把那個 把聲音降一半 就這麼簡單 降一半 降一半 降全音 就是降 降兩半 好 我們看一下降半音怎麼降 我們用烏克麗麗來講 其實都是一樣的 不管你是吉他 或烏克麗麗 好不好 那吉他的第六條線 我們 吉他第六條線是 E嘛 就是 那烏克麗麗的第四條線 烏克麗就是四條 最上面這條線 是 收 看到沒有 好 那 調音器調準的就是 收 好 這廢話 是不是 對啊 那 那 降半音呢 到底要不要講重點 降半音到底是什麼 我還是不懂啊 因為我還沒講 降半音就是 你把你的弦 鬆 轉鬆 轉鬆 轉緊它會 它會往 往 往另一邊哦 有沒有 這就是轉緊 你在一直轉緊的時候 它有一個極限 然後你的弦就會 不小心就會斷掉 所以你要小心一點點哦 不要被彈到 然後 你的調音就是最怕這樣 不要彈到我 不要彈到我 哦 就是最怕的那個 被彈到 那就是 好 我們就是可以 降半音 好 你就調鬆 開始調鬆 就是 搞得那麼久 還沒開始講 好 就調鬆 欸 我調太快了 你就調 調鬆 欸 有沒有 到 第二個 到 另一個的 另一個什麼 另一個英文字母 好不好 然後 把它調到中間 這個 就是 降半音的意思 You know 然後 記得哦 要每一條線 每一條線 都調降半音 有沒有 了解一點 有沒有了解 好 再把它轉過來 懂嗎 好 okok 不懂 沒關係 我用吉他 再講一次 好不好 就這把 一樣 一個調音器 我說了嘛 對不對 就是 第六條線是E嘛 我先把它調準 它是E ME 降半音 的意思就是 你把它調鬆 然後變到下一個音了 下一個音是什麼 降 咪 這樣就是降半音 記得你每條線都要降 所以 他說 這首歌 這首歌是 降半音 你就要這樣調 如果是降全音呢 再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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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不對 就這樣 這樣就是降全音 所以 E 我們可以簡單來想 就是 你的 RE到ME 就是 D 剛剛我們的英文字 D到E 就是全音 所以 D ABCDE D E 中間還有一個 D 升D E 所以那個半音的意思就是 你的E 會不小心 降一半 變成一半 所以變成 升D 再降 半音就變成 降全音的就變成D 完全不知道在講什麼 你們也 不知道聽不聽得懂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這樣 你了解了嗎